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這個開場呢 要來跟大家開箱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室友買的舊難包 其實它買很久 它半年多錢就買了 而且重點是一個七八千塊 我們就這樣子 在我們家貨物堆裡面大概半年多 然後呢 我們一直 就是它買來之後 我們就完全忘記了 我們還有舊難包這件事 直到之前呢 因為地震非常嚴重 然後這樣我本身又是住比較高樓層 我們就這樣子搖著搖著的時候 突突然想到 我們還有舊難包可以開箱 所以呢 今天就要來開箱這兩個 買了半年的舊難包 重點是我跟大家說 這一箱七八千塊 只有這一箱 不知道裡面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然後這一箱 這箱你還借了多少錢嘛 忘記了 就是不借了多少錢 反正今天開箱的舊難包呢 就是接近一萬塊 我在想說應該超過 因為它買東西的那個個性 尤其是因為它就是很喜歡 餵魚球狂你知道嗎 所以它買的東西其實都滿滿誇張的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一下 就是打開會有來自日本的空氣 但是因為擺了半年 不知道會不會有過期的味道 因為我本身算是比較有點 熱戀派的 就比較隨興 我是直到那個 它講的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有舊難包這種類型的東西 來囉 裡面是一個大背包耶 然後上面有一個急救 哇…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你們快看… 這個背起來我就是小製的耶 你知道嗎那個 數碼寶貝的那個小製 它不是有一個背包嗎 神奇寶貝 沒有 現在是數碼寶貝 小製的背包來 它好不重喔 它看起來很厲害耶 上面還有 Your Majesty 我已經錯了 這我在醫院很常看到 我曾經會它 好 那我來開這個囉 究竟是什麼呢 會不會收到俠… 噢… 這是什麼 Jump 你確定咧 這是… 就是我最後的東西 是… 是嗎 買了半年然後… 不知道就是… 還是這個 我們把這留到最後 我們看一下這裡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樣不行 轉到別人的貨了 對啊 然後說… 收不來這個救難包 老闆呢 追星 追星打他就… 這三小 退 我來開這個 所以是這一個是不是 莫非這個才是… 這是病死的東西吧 這是病死金剛嗎 它是有點… 有點像是類似那種 封城安全帽的那種東西耶 然後可以這樣子整個… 那是組裝型的安全帽 這有效嗎 我看一下喔 它上面寫說保護帽說明 那就是你要把它戴上去 然後後面卡準要卡緊 由於我本人有開箱過國軍 所以我大概知道後面這個要不拉 我們來戴戴看 你怎麼會買一堆神奇的東西 好 可以… 等一下喔 頭比較小 來 我們重來 等一下 這個從後面怎麼拉緊 在這裡這樣 要吃什麼東西 這就是Smart 要死了 它拉到過去還沒… 好 這樣這樣… 好 這樣子 這個感覺還不錯耶 我來中方看 好像真的滿安全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點像是我哥 他們會戴那種封城安全帽的感覺 但今天物件我不知道 因為它畢竟是組裝的你知道嗎 然後就會這樣子 小心油落石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遲喔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勾紋 我本人呢是給它滿分十分 因為現在不知道價格的狀態下 我就會給它七分 像我本人其實不走七樓外面 因為我絕命中心這樣看太多了 我總覺得會有東西掉下來你知道嗎 然後我很怕我掉下來之後 就…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出來滿安全 只是我平常不會把它戴在錄像 我覺得這個還滿實用的啊 這個呢我本身呢滿多十分的 會給它六分 因為後來仔細想一想 安全帽其實到處買得到啊 或是出什麼事情家裡面也應該會有啊 全罩是感覺還比較安全一點點耶 聽起來不要小看日本人 你看看這多厲害 你不知道要把盒上組裝的 你這樣直拉一下 這樣就縮起來了 是不是很方便 但是我覺得齁 說真的 這個袋子滿時髦的 它就是這樣子裝 你這樣戴出去 或者是說你買這個之後 把這個丟掉用的 其實感覺是滿不錯 因為這個有點像病死的那種設計 還是不如去買一下病死吧 哇1699 我給它四分 吃到價格之後 但是我覺得滿特別的嘛 因為它這個袋子還有一個筆法耶 是不是 如果你出去的時候 會跟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掉 哇 它沒地方可以掉耶 就是綁著嘛 然後隨身攜帶這樣子 其實如果世間末日啊 或是髒筆出現啊 或是像惡靈古堡什麼之類的啊 其實我覺得也是滿實用的啦 來 下一個 這個七八千塊的這個 這一大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邊要不要擺一下就是這個 啊 它是 它是這個 好 讓貝貝看 看一下有沒有很有Feel 去吧 就覺得你是你啦 但是我跟你說它超級無敵重的 這個人是還有一個重訓的 就是隨便一個女生來背 可能會被壓垮 因為它這個是你這樣子讚喔 你如果沒有讚我 你就會這樣子往後走的那種 我覺得做救難包的時候呢 我們要稍微 在意一下 有時候呢 你知道不是只有男生需要救難 有時候妹子也是需要救難的 這稍微小一點點 海鮮也是不錯啦 好 那我開囉 哇 東西超多耶 這是煮東西的那個發熱器耶 其實我們去拍國軍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袋子嗎 然後把那個水啊 食物丟到我們裡面就可以煮了 所以它應該有那個 還有保暖袋 啊這是什麼 欸 吃罐頭的麵包耶 這可以開來吃吃看 喔 不行嗎 我們看一下裡面是吃什麼東西啊 它上面寫說長期保存嘛 然後我本來想說 所以是可以吃一杯子有沒有 它這個也有想未期 現在2027年 對 它還是有期限 就是麵包 啊 這個就是發熱器 這個是一個煮的 這個是要煮它 然後還有雨衣 這是口哨 欸 口哨很重要 我跟大家說 我家裡面其實一定要自備一下 因為今天當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呢 你沒辦法大叫 像我本身沒辦法高音的人你知道嗎 我的大叫聽起來都超常在開玩笑的 所以隨身有一個那個哨子 遇到危險的時候就比較安全這樣子 就是濕紙巾 而且它上面還寫說 然後有爐潰燈大人用的 這是洗頭的耶 乾洗髮的 然後還有手套 手套是必須要有的 我覺得手套很重要耶 世界末日那天啊 因為好像那個很多東西都會崩塌你知道嗎 所以你用一個手套 你這樣摸的時候才不會被刺到屋之類的 這個是素乾型耶 手部消毒 欸 這個很酷耶 這個是那個 你在野外的時候很冷的時候啊 你不一定會有外套布啊那些夠的東西 你就可以用這個 它就是有點像棉被 有點像棉被的概念 你就可以這樣造出 防水 防汗 然後保暖 它是像這樣子 欸 這個不是鋁箔紙喔 它是像這樣子耶 然後你就這樣 這次世界末日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在路邊 我跟你說你這樣子在路邊你就贏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的保暖是可以這樣 像我這樣吃去吊啊 可是現在已經開始熱了 你完全就會贏那些帶羽絨衣的朋友們 這為什麼看得很像烤肉呢 這個我覺得很貼心很實用啊 然後我們先丟旁邊 對 因為它是兩人犯罪糾難的時候 就是還有一個可以用你知道嗎 羊羹 我最不喜歡吃羊羹了 啊 這是蠟燭耶 這個也像以前那個有什麼停電的時候 小時候如果家裡面沒有鎖電筒啊 都會固定放那個蠟燭在家裡 大家會嗎 我們家以前沒有鎖電筒 我們真的都是別的蠟燭 然後小朋友就會有點想你知道嗎 稍微把家裡燒掉 我覺得這個七八千塊價值好像滿夠的耶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好多 這個是封袋啦 棉花棒 然後給它看一下 這個就算沒有世界末日平常也可以拿出來用 這個還有彈工 就是你要大量濕血 手被壓斷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放起來 你覺得這邊就可以止血了 很細節呢 這個可以 因為我本來想說花了七八千塊買這個有點貴 接下來這個是拖鞋跟耳塞 這個我也覺得蠻實用的 還有水 保存水 難怪它裡面這麼重 而且它水有幾罐呢 一二三四五六 它水裡面總共有六罐 超多 然後它還有附電池 收音機 大家有看惡靈古堡嗎 惡靈古堡裡面的主角跟那個 應該說配夾 他們就是每天都在那邊轉轉轉 然後就聽有沒有人給說 說那個什麼 現在大家可以逃難到哪一個陰區 這個很實用 這個是扁扁的啦 就是你要扁扁的時候 如果沒有馬桶啦 或是沒有其他可以沖水的地方 你就是 布布在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再把它包起來 它是可以除臭的 然後丟可燃 然後還有這個膠帶 這個膠帶很重要 這個膠帶就是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肯定很期待 這個叫什麼 類似刀就是各種萬能的 有剪刀有刀子 有那個開瓶器 然後還有各種東西 這個很實用 這好 手提水 就是如果你今天 好特別喝完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手提水 然後還有三角筋 是清潔用的 防水性非常用帶 而且 欸這個是幹嘛 這是睡覺用的嗎 可以蓋住自己的 它有點像地毯那種概念 對不對 就是你今天如果在一個 因為它的上面的說明是這樣 防災用 所以感覺應該是給你做的吧 因為它是防水性的那一種 哇很酷捏 好 全部大概就是這樣 開完我也累了 我自己認真來說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欸 因為它很貼心 它連電池都有想到 它不是說給你 給你這個 然後打開就 得低了欸 它就是真的是什麼都有 收音機也有 基本上就是你生理上所有需要的都有的 我其實很想開這個 但我覺得影片會太長 這個之後再另外開機給大家 這包好不好吃 它是那個麵包 我覺得它可能有點像那個 歐歐式 不是有一些麵包 是可以放很久在常溫下 我覺得應該是類似這種東西 各位你們覺得這樣開箱完之後 有值得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自己覺得蠻值得的 因為你知道意外永遠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家裡面常備一個這個的話 就是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我們開完之後呢 絕對不能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 可能有買也可能沒有買的這個Jump 那我們來看一下看一下這是什麼 所以Jump是傑尼斯的一個團體嗎 哇 我們現在開始講話要小心喔 怎麼辦啊 我覺得粉絲會傷心耶 因為他特別買這個 對耶 都是窮感 還有那種盤裡面裝 放戒指的 啊 怎麼會這樣子 對不起耶 我們過了半年之後才發現 欸 不是過了半年喔 你們應該很早就買了喔 那他應該不只半年 他應該很久以前就在我們家了 然後我們就這樣 我們的粉絲 すみません 有買年齡的那一位就是 不好意思耶 就算知道記錯 但我也不知道要記到哪 而且我完全可以理解那個人會有多傷心 因為就像我如果買余生結嫌的那個寫真 最近出了新的大家可以去買 就是買余生結嫌寫真 結果寫真書沒有來 我可能眼淚會下來 然後打開是一個救難包 我可能會覺得 什麼意思 可能就是結嫌給我的一個愛吧 那我就是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他都會在旁邊寫著我 大概是這種感覺 欸 這張照片我覺得蠻喜歡的 各位我們雖然說不小心收到 但是還是要認真說 他上面真的是寫我們家的地址 只是我們家開爆口速度 比較慢一點點 他真的半年前寄來 因為他收穫日是今年的五月 都不吃啦 Jump的粉絲 買這個月曆的 雖然是list 但是 但是我還是可以給你們分享 不知道你會不會看到我的影片 但茫茫的人海之中 就是我們終有一天就是 可能這就是我們命運的 接連的一個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這就是我與Jump的 以另外一位粉絲的一個 link的方式 好 今天影片大概就是這樣 順便最後再問大家 大家平常是會買救難包的人嗎 然後 大家如果有買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 就是大家就是看 就是買救難包的一些心得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家以前的救難包 都是自己去買一個背包 然後自己就買水啊 自己組裝起來的 第一次買這種 就是他裡面完整的附好給你的 其實我覺得還蠻 還蠻實用的 而且還蠻 就是蠻全面的 所以大家如果也有買過 Jump number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好的 大家 拜拜 我要好好的顧問這個 拜拜